今天要第九堂課 資料之前已經有到群組裡面去了 到的同學可以群組裡面簽證一下 好 我們先來把前面這個 資根的部分很快的看一下 來 第一個請一下 Pure 八一到九十 八一到九十嗎 第九 老師超前 八一到九十 八一到九十 八一到九十應該提供給各位了 八一到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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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新版 這個 好 那這座也要考英文考試的同學舉個手 英文考試 英文考試 不多 好 請放下 我這幾位是要考多義對不對 我今天有帶一張這個 多義的金色證書 借你看一下 所以如果你剛好有考多義 你就把它拍下來 拍下來 拍下來做啥呢 不知道呢 每天看 看我的沒有用 對 拍下來之後 你要把照片跟名字 還有分數換成你的 好 就是我要幾分 然後呢 我聽力幾分 閱讀幾分 這叫做夢想版 所以如果你剛好有考多義 那我告訴各位的是方法 如果你要考托福 你就應該去找一張托福成績單 如果你要考什麼證書 檢定 假期 遺跡 那你就應該去找一張 假期遺跡 什麼合格證書 像我們之前考過那個 法國領隊執照 那後來就國家考試院 就發一張 好 就是合格證書這樣 但是網紅桌 Google 知道 你放心 那重點是 你要把你的目標怎樣 視覺化 Visualization 因為通常想文字是左腦 那畫面聲音感覺是右腦 那各位覺得 你是越有感覺越容易成真 還是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是什麼 還是沒有感覺越容易成真 那是越有感覺嘛 那怎樣會讓你越來越有感覺呢 很簡單 就是右腦的刺激要不斷的增強 就這個意思 好 那右腦的再生成叫什麼 叫潛意識 就已經不是意識層面了 是進入潛意識層面了 所以有時候為什麼會有些靈感 那就跟潛意識可能有一點關係了 好 人類大腦會升級的地方 所以先提供給各位參考 視覺化一下 來 所以第一個建議一下 Fone Fone Fone跟聲音有關 最簡單的這個字 來建議一下 Telephone 來 這份資料呢 各位 如果詳細看的話 你會發現它跟前面有幾個 前面幾份都不太一樣 好 不太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來 Jerry 我看過 欸 它顏色比較多 那為什麼它會顏色比較多呢 各位請來看 就是無聊給它亂講嗎 不是喔 它是有意義的 所以這位同學叫Zack 我就永遠記得他了 為什麼 他是我在桃園分校 精英桃園分校的一個學生 那其實是個 是個男生 然後呢 是Muscle Muscleman 你知道嗎 是肌肉猛男的一種 但是呢我發現 人不可怎樣 貌相嗎 我們常常呢 太 這是我自我反省啦 我們常常太 表面喔 英文叫 Don't judge people by their appearance 就是不要 台語叫 opanate 就是你以為他是怎樣 結果原來不是 我一眼看他 覺得他是個Muscleman 我應該就是個出線條嘛 對不對 就不是欸 他是幫我做 結果整理這麼多講義的同學當中 唯一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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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有男同學女同學都有 但他是唯一一位 把他字體改掉 然後呢 把這個內容怎樣 哇 那就把它區分開來 這個結尾 那個結尾 然後這裡有單數 那裡有複數 所以 一收到這個資料 其實我想說 嗯 這是哪一位女同學用的嗎 結果看名字不對啊 這就是那位Muscleman 你看他叫Zack 對 這就是Muscleman的名字 他想當飛官 跟那個Ryan一樣 我不知道他現在進度如何了 好幾年前了 所以很有趣的體驗 這個體驗就是告訴我 不要再以貌取人 人不可貌相 很難說人家背後有什麼樣的特 優點特色字 你知道嗎 來再來一次 Telephone Telephone 好 所以Telephone是遠的 然後phone呢 是聲音 OK 你看它有些批方式協力 把它弄得再個漂亮一點 好 所以第二個 一起點一下Pic Pic 好 Pic跟畫畫有關 所以最簡單的 一起點一下Picture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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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後來有一個字叫 可以先補充在旁邊 pi cg 的cn 後來有一個字叫什麼呢 DEDRCT 這個字叫描繪 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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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從描繪這個字你就知道啦 欸 簽到了嗎 這個是上課的 來 簽到一下描繪 好 來 好 所以第一個字一起停一下 Depic 所以動詞叫Depic 然後名詞Depic 去看你們 是因為老師會這個點問 所以就不簽到對不對 人性 人性就如此 所以我要強迫一下 這個簽到是有關係的 為什麼 因為 我一開始就講過了 我們要給 越努力用功的同學 越多的資源 好 所以如果無故 連續缺席的話 我就會開始考慮怎樣 砍人啊 對不對 無故 有很多同學有特別跟我講 他是怎樣怎樣怎樣 OK 那我了解一下 但如果是無故缺席 我們提供這麼好的資源 這麼有價值的資源 你無故缺席 那用Mesca 來 順便來 掌聲謝謝一下Mesca同學 感謝同學 你也不知道謝他什麼 我就先掌聲 Mesca真的幫了很大的忙 就是在師大那邊 我們教師是從幾個開始 六月十三 六月十三 他就這樣子 六月十八 那是非常細心 那個細節什麼 連我跟主任還是所長 他開會之前那些這個點 我們見面之前 他已經把點列完了你知道嗎 那我們就見面之後 Mesca寫了OK OK 會開完了 所以感謝他 就列好了這個東西 那所以因為他的關係 所以整合了這些學校的資源 所以我們之後會到師大去上課 他感覺自己怎樣 更有文青氣息有沒有 有學生的感覺 到校園裡面去 這也是我們本來沒有料想到的 一般料想到會轉場到師大嗎 沒有啊 人生就是這麼有趣 就是當你願意曝出那麼一點點的時候 就會得到更大的回望 所以感謝Mesca 好 所以呢 像這個名額Mesca很簡單 因為既然師大那邊 給我們這麼大的資源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要給多一點的回饋 所以我們很簡單 就把這邊連續缺客幾堂 我在考慮幾招後 開始要來採選 連續缺客打幾堂 我們就踢掉 踢掉之後是有名額啦 有名額給誰 給師大的同學啊 因為場地 場只是人家的嘛 所以應該多回饋一些 那我好像是6月8號 6月8號也會到師大 有兩場的演講 一場在校舞 一場在晚上 OK 那一天賣給師大的意思啊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來聽 跟英語學習有關的 好 所以回來 這裡是DEPICT DEPICT 那這次本來當然是用在畫畫啦 所以為什麼是畫畫呢 因為 還有在畫畫嗎 還有 那你應該知道這個字為什麼是畫畫 Picture 就是剛才PIC OK 那後來這個畫畫變成什麼 各位我們點進去看一下 聽一下它的發音 DE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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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呢 下面看一下第一句 DE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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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什麼 文學作品裡面的描寫了 所以這個DEPECT 就變得有點像DESCRIBE 這樣的意思 DE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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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智商超級聰明的一個人 OK 所以被描繪被描繪 OK 所以這邊用DEPECT 這個字 那為什麼描繪描繪要用圖畫呢 然後 描繪描繪跟圖畫有什麼關係 以前還沒有文字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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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沒有畫的 很有趣喔 以前還沒有文字的之後 所以用畫的叫象形文字 後來有文字之後 人類又想要回到獨像 你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 因為我們常常講說 哇 這個人在講故事講得栩栩 如生 好生動喔 好有畫面喔 所以結論 人的大腦還是喜歡看圖片 對不對 所以報紙 為什麼 賣得特別好 因為大家有 今日我最美 大家沒找查 就這樣 看起來好像很小的一個 活動跟遊戲 但其實就符合人性嘛 所以大家就喜歡看 這很有趣 好 所以第一 所以都有筆記啊 如果你在寫筆記的時候 是不是偶爾可以在旁邊畫個什麼 畫個插畫 保證對你的記憶聯想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們小時候畫課本 有沒有 小時候畫課本老師看到會怎樣 會畫 會畫啊 不能畫 其實那是扼殺又腦靈感的做法 其他畫就讓他畫嘛 對不對 對很多人把那個 歷史課本裡面的文化成四不像 適合白圖上去 什麼 家圖虛 那叫做創意的表現 好 所以在您說 Picture OK 所以背後的理念不同 這個前面的做法就會打不相同 下一個 要我們這一節是大概亂過 好 下一節再重複 這樣印象更深刻 下一個前面 plenty plenty plenty跟滿的有關 所以plenty plenty 豐富 充足的 來 講佛羅伯老師 佛羅伯老師就來了 超有趣的 來 下面complicate complicate 好 ple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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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剛才那個複雜那個字為什麼叫complicate 就是com叫一起 或者用 全部都用出來搞得很複雜 OK 所以OK 還回來再一次complicate 然後來complicate是複雜 再變成加d 意思一下complicated 變什麼詞 形容詞 形容詞 complicated 好像是艾維爾嗎 艾維爾有一首歌就叫complicated 那如果再換一下同意字 complicated 再換一下同意字 有一個心理學的專用字 叫做complex 來聽一下 compl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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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來看一句囉 The novel is too complicated for your age I see The novel Novel is too complicated for your age 以的年齡來說呢 太複雜了 complicated complicated 那complicated叫複雜 好 那複雜到一個程度就會變什麼 變亂 亂就亂了 我們說亂 好亂啊 搞不清楚 來 近反義字 有沒有 complex DDS Easy simple 這個DDS比較是托克亞斯的單字 好 那需要的話就再點進去嘛 好 所以老師順便也在示範海詞 有很多延伸的功能 你可以去好好利用一下 來聽一下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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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體 合成的 複合的 那在心理學的專業名詞叫 情節 好 所以上次比較或 希臘羅馬傳話故事學裡面很喜歡出現的 Oedipus Oedipus 就叫做戀父情節 戀母情節 OK 好 這個情節 我們來看一下 It was a complex problem 來一起 It was It was a complex problem 所以各位 如果我們每查一個字 我都會來聽一下異句 聽一下發音 然後往下面來看一下詞變 然後看一下進反義字 各位 請問我學得完嗎 字字相連到天變 可是很有趣的是 Yahoo!新的好像還沒分享出來 對不對 他上禮拜答應我的功課 你看我想起來 現在的感覺是很不舒服的 所以我提醒他一下 不用多啦 五十根是一百字 因為上禮拜剛好 我們有比較多的時間 等我一下 我就發現 因為他這兩個月 這兩個月的時間 稍微花了多一點點時間來研究字根 我發現他的心得好多喔 心得好多 原來自首決定自意 自偽決定辭性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原來哪一個字叫什麼沉默 哪一個字叫做什麼什麼 原來他們是反義同源 原來他也問了一些問題 說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就說 就怎樣怎樣怎樣 喔原來 所以就從聽到 知道 進入 做到 悟到 跟得到 這到了另外一個境界了 這就是他兩個月以來 因為他也不斷的跟大家分享 好 那跟大家分享的時候就會卡住 因為不曉得怎麼講下去 卡住的時候就會強迫你去思考 所以古人說思而不學 學而不思 就一邊學要一邊想 一邊想一邊學 就一邊做 那你就慢慢會得到更多 所以後來你看 譬如說好 像剛才這個字在那裡是complex complex 好你說老師complex我會了 complicating我也會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往後面 mixed 我們常講那個百感交集 英文叫mixed feelings 就用這兩個字 字超簡單的 那我給你中文百感交集 你會怎麼翻 one hundred fittings come together 這樣就很奇怪了對不對 所以其實就是mixed feelings mixed feelings就可以了 那後面這個來在那支puzzle裡 這個puzzle跟什麼有關 跟名比較有關 puzzle 什麼樣的名 像外國人喜歡玩那個報紙上面的 那個crossword 就是橫著字直著字 然後那個猜你有沒有 有點像我們元宵節猜燈那種 所以你剛開始從熟悉這個 到熟悉Complicated 例句看一下 這個我都會了 我就開始往後面延伸 同一字我都會了 我就往反一字延伸 所以不斷的擴大你的單字的範圍 而且它會重複 我跟你保證它一定會不斷重複出現 重複出現 重複出現 這樣最大的好處就是 你會不斷的深化你對每個字的理解 好 再加上老師跟你講說 喔 原來這是什麼 用的字根 其實它拉丁文這個本來是折 折疊的折 但現在很多單字 你用折來解釋是無法解釋的 所以我們就要把它稍微轉換想用 使用的用 小朋友在吵架 如果我們就要講台語的話 兩個小朋友打架 吵架 要跑去找媽媽到中 媽媽要用 用一下 用一下 用是一個廣泛的意思 就是他打我 或他踢我 或他弄我 中文叫弄 要用 要用 用一下 所以這個用已經不是很精準了 是一個模糊語言 OK 所以很有趣 來 所以回來這裡是complicate 所以各位要注意 老師提供給各位的講義 是你學習字根的開始還是結束嗎 是開始不是結束 其實它才是一個開始 一個線頭而已 從這個線頭可以不斷再往後延伸 OK 好 一七個 我們今天叫Postpone Postpone Postpone 很簡單 Pos就是Put Pos就是Put 亂掉了 我們找一下另外一個 在這兒 Pos就是Put 所以後來有一個字叫計算 一起一下 Compute Compute Compute叫計算 所以後來計算機就叫什麼 就叫Computer 超簡單的 那為什麼Compute叫計算 來 余真 為什麼Compute叫計算 Comp 一起 一起 全部 Pute 放 把很多數字 放在一起做啥 加減乘組 計算 就這樣 所以這樣也是Compute Compute OK 最後叫Computer Computer 我想各位有沒有看過那個 我小時候 有看過那個IBM的電腦 那時候IBM的電腦 一台 一台電腦 大概是我們這間教室的四到六倍大 一台電腦 這麼大 真的機體電路非常大的時候 然後它的硬碟 據說多大你知道嗎 學功 當時 這個應該是有三四十年前 我是高二才學電腦的 硬碟 硬碟 容量幾Mb 還是幾多大 你猜 猜四十年前 要六個大男人才能夠搬起那個硬碟 因為很大很重 然後這顆六個大男人才搬得起來 這硬碟跟你猜 容量是 四Mb 四Mb 那個四Mb算是天底的 各位 我高二的時候買的一顆硬碟 已經進步了 從那個六個大男人扛得起來那個重量 變成手上拿得起來的一顆硬碟 那個什麼CGAT 那個很有名的幾個硬碟的公司 那我這一輩子買的第一顆硬碟印象非常深刻 華爾羅台幣6500塊 台幣6500塊 很貴啊各位 對一個高中生來講 6500塊 容量多大給你猜 有幾G 比那個4Mb好一點 40Mb 那時候還沒有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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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多久以前年代 所以速度非常快 來這裡一次Computer 好 那現在科學正在煩惱的件事 什麼事呢 人類創造資訊的速度 遠遠超過 祖存載體的研發速度 所以現在快要裝不了了 2020年還是2023年 就會超過我們可以負載的量 那怎麼辦 有那個什麼技術 對 對 有一個細胞祖存技術 我讓它超酷的 一顆 一公克的細胞 聽說可以儲存幾 這個單位 不要亂講 來 但是如果你找新聞 找一下就會看到 它是微軟 微軟 DNA 一公克的DNA 對 把生物DNA當電腦用 為什麼呢 他說 一公克的DNA 可以記錄10億TB 各位 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78億支 128G iPhone的容量 多大 一公克 好 我再換一個比較更人性化的說法 你一輩子的資料 了不起 一個人如果我60歲80歲 只給你100歲 好不好 你一輩子產生的資料量 也不過幾T好不好 幾T 幾T已經很驚人了 那如果你多一點的話 幾T嘛 對不對 那它是78億支128區喔 好 所以那個量是很恐怖的 也就是說以後人如果 白白了之後呢 好 請問人白白了之後剩下什麼 好 當然我們說 Memory 回憶 請問回憶在哪 在你的親人朋友的頭腦裡 對嘛 那請問你親人朋友頭腦裡 對你的回憶可以被搜尋嗎 無法被搜尋 所以怎麼辦呢 聽說Google 好 Yahoo的另外一間 Google Google Google已經申請了一個專利喔 什麼專利 各位知道嗎 就是Google跟美國政府申請 聽說已經通過了 就是Google因為有很大的資料量 好 那很多人他有註冊Google帳號 像我也有 註冊Google帳號的人舉個帳 好 請問一下 你每天有登入Google的舉個帳 幾乎很多人 請問一下 所以你每天在做什麼 你知道嗎 回報資料給Google 你今天上了什麼 我再收了什麼E-mail 然後查了什麼資料 每天Google都來記錄 只要你登入他就可以記錄 因為你免費使用他的這些軟體平台 他本來就可以 他在裡面留寫 然後你是否願意什麼什麼 除非你特地取消或打岔 他才不收集 不然他全部都來收集 所以你想想看 每天多少億人在提供給他資料 所以他們想出一件事 他說如果有一個人 他用Google用了20年用了30年之後 不信他拜拜了 但是他人雖然不在了 但他使用網路的資料怎樣 都在啊 從Google就用一個什麼技術呢 大數據的技術 把他喜歡上的網站 跟親友互動Facebook的資料 全部集合起來 集合起來做什麼呢 就可以形成一個虛擬人 舉例我加入我就好了 譬如說我用Google 我從高中就開始用Google 現在40歲了 我回到假設60歲80歲幾歲沒關係 等我拜拜了之後 Google有我所有這些資料 然後他就用一套軟體或程式去Run 然後就會形成一個Gary的虛擬人 因為他進入我每天做什麼事嘛 也就是說我的一輩子的記憶 他把它虛擬成一個電腦人 好 如果譬如說雲雲來跟我這個虛擬人對話 他可以把它弄在網路上嗎 好 虛擬人對話 雲雲說 Pierre老師 我有問題要問你 然後那個虛擬人就是說 雲雲你好 因為他有所有的記錄嘛 他連那個 這個 他上過我師大什麼課的話 可能都會找到那個記錄 因為Google這種搜尋已經是很恐怖的 無口不入 Google他們隨時在儲存全世界各地的網頁 就是連那個網站把它刪掉 Google那邊還有備份 聽懂 所以你自己架的網站 一般就要網站刪掉 抱歉 Google已經備份起來了 所以人家會找到Google的備份 那他為什麼要備份起來 因為他以後就能用這些資源 去創造很多東西 他們最新想出來的就是 以後就有虛擬Gary會出現 然後雲雲來問我 你說Gary老師 這多意怎樣講 問我的虛擬人 不是問我 假設 然後這個虛擬人就會說 雲雲 你在18年前的 禮拜天下午2點 問過這個問題 我把錄音調給你 然後就放給他聽 就很恐怖啦 那就很恐怖了 你知道嗎 那就很恐怖了 因為他可以跨 跨很多的媒體 不管是圖片的啦 影音的啦 或者是這個 很多媒體格式 他都可以跨 當 你可以想像一下 當一個你的虛擬人出現了 會有什麼感覺 希望不要跟我同時存在 對 如果同時存在 就有點像複製人 那個 阿諾什瓦辛格演的那個 魔鬼複製人 所以有一天他回家 還沒進到他家 發現有一個他 在家裡跟大家 很開心的開話題 然後他在外面看 這是怎麼回事的 所以裡面那個是我 還是我是我 到底誰是我 因為他是複製人 所以搞不清楚誰誰 因為你們兩個的記憶 你們DNA 你們的細胞都是極度相似的 所以到底誰是誰 因為我們可以百分之百確定 這很有趣 所以到時候那個虛擬人出來了 他們已經確認這個基礎了 然後再來就是美國政府批准 說這是符合倫理道德的 然後再來就是 譬如說你的親朋好友可以去申請 你的親朋好友 譬如說我很思念某人 我的親友 然後就去跟Google申請 然後他可能花100美金 台幣3000塊 你就可以跟這個虛擬人對話 超酷的 這可以 他也虧他想得出來 這是他們利用大數據 弄出來的東西 好 所以這裡是Postphone Postphone 其實很多公司都有嘗試在做 像微軟 剛剛那個微軟有沒有 微軟也做了一個虛擬人 人工智慧的 假如知道嗎 TAY TAY 結果成功還失敗 在Twitter上面 他們想要用TAY一個女老師 線上女老師虛擬的 去取代低階的老師的教學 結果發生什麼事 這邊看這個新聞 在Twitter上面 講一些不好的東西 對 結果一堆人就上去跟他講髒話 好 人工智慧的虛擬人 你跟他講髒話 他就會吸收進來 他就會吸收進來 他就會模仿人的語言模式 剛剛他吸收了100個1000個1萬個人 都跟他講髒話之後 他開始也對你講髒話 因為他就覺得人是這樣溝通的 所以他就開始講髒話 就有點有趣 OK 再一直PostPone 所以微軟最後怎麼辦呢 微軟最後緊急關閉 這個網站 都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所以他會被教壞 不過我覺得 你覺得這樣是失敗嗎 然後 我覺得在某一個層面上是成功 對 為什麼 因為他變成有學習力 只是被教壞了 所以應該 他們不應該把他關掉 他們應該找另外一批人 跟他講聖經 跟他講佛經 跟他講可蘭經 唸三字經 唸三字經 唸那個弟子歸給他聽 唸義經給他聽 但他就學了 那就學那種比較不同的思維 那很可惜他們在 他一被教壞的時候 他就把他關掉 shut down 所以他現在沒有變化了 其實我認為應該讓他繼續測試 看會變怎麼樣 一邊罵髒話一邊講聖經 OK 其實聖經跟髒話有關 有 有 美國人罵人都用scut Gut Damn 有沒有 天殺的 不是嗎 其實髒話跟那個有點關係 好 來這裡是Postpone Postpone 所以這Pose叫放 那個Pone 往後面放 很簡單 Postpone Postpone 比較可語叫Delay 好 那下面請理一下 Popul Popul 很簡單啊 就是人 哪個是 people people 就是人 popu people popu 所以名詞請理一下 population population有很多字啦 比如說受歡迎的叫什麼 popular popular 請問 Ryan 受歡迎的跟人有啥關係啊 不就是這一群字嗎 受歡迎的跟人有啥關係啊 好 好 人多 也就是喜歡他的人很多嘛 OK 所以在那裡是popular population popularity 好 像周杰倫進行中國大陸市場的時候 聽說有幾億人在聽他的歌 那時候還很流行手機鈴聲下載 所以這幾年好像比較沒那麼流行 好 前幾年還滿流行手機鈴聲下載 下載一手5塊10塊台幣 或者有2塊人民幣這樣 光每年手機鈴聲下載 有沒有 周杰倫每年收到感水理財 光手機鈴聲 幾億人民幣 超開心的 就是很受歡迎您是popular OK受歡迎的 如果每年你這個手機鈴聲有幾億人民幣的 百歲球員公 你想做什麼 沒有想過怎麼會成功 沒有想過 那就不會成功 剛剛不是講的嗎 你要有感覺啊 感覺 感覺 你要先想到啊 好 早上我也悟到一件事情 好 就是那個 我在聽大陸老師講課 然後他就說我要超越某人某人 他要超越他的偶像這樣 然後我就想到 那我怎麼沒有想過 如果我要超越我的偶像 就是說我在 譬如說營銷界的偶像 我在某一方面 英語界的偶像 有幾個不同的偶像 譬如說艾老師好了 英語教學界的偶像 我以前就是比較保守的思維 就是說 你知道 他就是遙不可及啊 他就是你知道 前輩啊 已經做了四十年 五十年 那我們做二十年 nothing嘛 對不對 只是就跟在後面這樣 可是我聽了老師的課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想說超越他 超越我們的時代跟他的時代一樣啊 不一樣啊 所以所謂超越 並不是真的跟他一模一樣的超越 所以說超越是在你的利基點上去超越 OK 所以我還拿 早上我突然刷牙的時候悟到這件事 OK 好 那我來設定一個超越的目標 比如說賴老師比較不熟悉 多媒體 英語教學 那我只要在多媒體 英語教學上 超越賴老師 就超越他 不是嗎 我不用開出版社超越他 因為有挑戰 你要開那麼久 幾萬種書跟雜誌 你要超越很大的門檻 不是不可能 那是很大的門檻 所以我就想另外一個利基市場可以超越 所以覺得說 你要先想到你有可能賺一億喔 對 我先馬上考 好 如果你要一輩子賺一億的話 一年大概要賺多少 我們來粗估一下 或者你想幾歲賺到一億 這叫天馬行空 另外一個說法叫brainstorming 就是你敢做daydreaming 白日光才會變真 目前現階段叫撒逼階段 撒逼 因為daydreaming 但哪天十年後 二十年後你做到 你就變牛逼了 馬魚就是這樣 二十年前大家都說他傻逼 二十年後大家都說 哇 牛逼 二十年前我的博士班的同學 有一位蔡老師 他是Motorola當時的總經理 他跟馬魚認識了 因為他去中國大陸參訪 結果馬魚跟他借錢 馬魚說蔡老師 蔡老師 我在創業 錢不夠 借我的這個一百萬台幣 一百萬台幣 一百萬台幣對蔡老師來講小勁 因為他是總經理 那時候手機正夯的時候 那個什麼Nokia 6150 Motorola海豚機的時候 小海豚的時候 那是十六年前 兩千年左右才更早 所以他賺很多錢 一百萬是nothing 他借給馬魚了 借給馬魚之後 對馬魚來講 那時候一百萬台幣是很大的錢 十幾年 二十年前 結果蔡老師過了一兩年 他覺得很不靠譜 靠譜一定要幹嘛 大陸叫靠譜 台灣叫很不值得信賴 不可靠 怕他會倒 所以蔡老師就把他一百萬收回來了 各位 蔡老師後來去想了一下 他說我那個當時的一百萬 大概占馬魚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你驚瘋什麼意思 阿里巴巴當時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就是那一百萬台幣啊 結果他過了兩年他把人家收回來 收回來啊 那什麼同學就問他說蔡老師那你的一百萬呢 我說我也不知道 就誇掉了 乖乖乖去哪了啊 當年如果你沒有收回來呢 阿里巴巴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在你手上啊 你知道阿里巴巴現在市值是多少錢嗎 你知道嗎 所以他就悔不當初啊 我當年幹嘛把錢收回來啊這樣 就這樣啊 不過事情很難說嘛對不對 說不定馬魚又可能打掉對不對 所以很難說 很難說 所以先想 你知道幾歲想要賺一億 財幣就好 五十歲 五十歲 你現在幾歲 二十 二十年 二十一還有三十年 三十年賺一億 一年要賺多少 一顆幫你賺 有沒有 效率 對不對 其他同學一樣 你的目標不是賺一億 賺一千萬也可以啊 所以一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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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八個零對不對 然後給你三十年 所以一年要賺多少 三百萬 蠻簡單喔 三百萬 一年賺三百萬 蠻簡單 所以輕鬆 一億變成什麼 三百萬的 有機會喔 好 全功 現在一年有機會賺三百萬嗎 現在還沒 你要說還沒 但是請問這個世界上 或者不要講那麼遠了 台灣裡面有沒有人一年賺三百萬的 有啊 保證有 嗯 羅主任 你身邊就好了 好 所以請問下一件事情就是 你是不是應該常常接觸他 請教他說 欸 你一年怎麼賺三百萬啊 有 有嗎 都有在接觸 都有在接觸 好 好 好 那你有沒有學到啊 有 開始學到 開始學了 那你多久會學到一半啊 比如說沒有三百我先一百五嘛 沒有一百我先七十五嘛 沒有七十我先三十五嘛 所以一步一步嘛 step by step 這跟學英文不是一樣嗎 我還沒背兩百五十個字根 我先背一百個字根 我還沒背一百個字根 我先背五十個字根 好 所以然後你說你背了幾個了 七十個 七八十個啦 七八十個就是三分之一啦 兩百五十個的幾乎三分之一啦 那接下來就往三分之二邁進了 等到三分之二結束哇 我就得到很多字根的知識 那等到 欸 三十五變七十五 欸 哇 我已經完成了多少 七十八 四分之一啦 就不斷漸進 不斷漸進 那幾年後 欸 可能就超過三百喔 幾年後 超過三百之後 你或許會覺得一億太少了 對 因為被養大胃口了 對 所以不是不可能 是沒有去計畫 就這樣 好 好 所以在那一支 Popular Population 來 旋風 有沒有感覺你夢想又更近了一步 有 的確的三秒 他還在懷疑 因為夢想與實際之間是有差距的 他目前的gap 大概三秒半 好 所以我們來 請看 再來一次 Population Population OK 好 所以下面一個叫 Import 好 這個 Import Import叫做提跟拿 有一個那個比較年輕人的品牌叫 Porter Porter包 對吧 就是一個人拿著包包 那個 Porter 那 I am 叫裡面 所以請問一下 Import OK 往內的 那出口當然就叫 Export Export E-X-P-O-R-T 很簡單 那 Porter 為什麼跟拿有關呢 來 請問 順凱 來 為什麼 Porter 跟拿有關 有想到什麼字嗎 譬如說 Transport Transport 叫什麼 運輸交通 為什麼 Transport 叫運輸交通 而是年輕人叫 Transportation 為什麼 Translation 跟運輸交通有關 原來跟港口 哪個字啊 Fort 的關係啊 所以後來日本人把飛機的港口叫空港 不是嗎 叫 Air Port Air Port Air Port OK 就跟這個空港有關 雨田空港 成田空港 來 再來一次 Transportation Transportation 那如果知道這個字 其實你還只是停留在表面 好 希望各位再深入一點 再深入一點 譬如說 機會這個詞 機會這個詞 來聽一下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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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中間也是哪個字 也是port 好 那機會跟港口有什麼關係啊 來 中間 同學 What's your name? 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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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中華 趕快點一下 好 別想說沒打就不會被解釋 來 再給你一次 Opportunity 來 中華 航口跟機會有什麼關係啊 其實沒有這麼複雜 It's not that complicated 人生很簡單 你不要搞得這麼複雜 航口跟機會有什麼關係 來 隔壁是 是資銀 港口跟機會有什麼關係啊 賺錢的機會 賺錢的機會 為什麼港口比較多是賺錢的機會 因為有貨物流通 好 舉例來說 中國大陸最剛開始有錢起來的 一定是內陸還是沿海地帶 沿海 為什麼 港口 好 港口就這樣 好 所以很簡單 就是機會比較多 我聽過一個傳奇故事 譬如是那個壹傳媒 之前壹傳媒後來賣掉 就是那個黎智英先生 香港沒有黎智英 他在香港創辦的那個 Gordano Gordano是他創辦的 他後來賺錢就賣掉了 所以這個人是個怪咖 聽說他是做什麼起家你知道嗎 他沒念什麼書啊 他是當那個港口的搬運工起家的 就是蹲在香港回多利亞港旁邊 如果你有看一些港區比較早期的 好 就是那時候沒什麼教育背景 沒什麼家庭背景 沒什麼任何背景的人 就是蹲在那邊做工啊 好 做工做工之後他發現 但是他也有一些機會 後來他竟然可以創辦 那個Gordano賣衣服 賣休閒服飾 然後賣到賺錢了 把這個賣掉 然後開始做什麼 做媒體 超厲害的 好 來這裡是 Opportunity 那時候他要進台灣的時候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還是領當時的年紀小 他要蘋果日報要進台灣 還有那個藝衝看要進台灣 台灣人就是開始道德的封鎖跟勸說 就說這種八卦雜誌不要讓他進來 這八卦報紙不要讓他進來 當時其實很慘 所有的通路都聯合抵制蘋果日報 聯合抵制 中國時報怎麼說呢 但是我後來才知道 雅虎應該對這個也有一點了解嘛 媒體 有嘛 我聽說是這樣 如果不對你再補充調整 我聽說是這樣 就是台灣的各大報就聯合抵制他 說這個通路商 你敢進蘋果的話 我們報紙就不讓你買 就這樣講 就很多通路商就不敢進蘋果的報紙 不敢進蘋果的報紙 蘋果怎麼辦 李智英說沒關係 我有3億台幣的預算 我就是要花3億 把台灣這個報紙的市場打下來這樣 3億 後來有沒有看到3億我不知道 但現在請問台灣流通量最大的報紙 就是有蘋果 所以你看現狂就知道了嘛 就很恐怖的 很恐怖的 來 最後不要打下來 不然還是把賣掉 來 再聽一次 Arportunity 這是個怪咖 B.O.R.D. 它就是港口起家的 這個搬運工 好 最後幾個 來 念完我們休息一下 一起練一下 Experience Experience 好 那如果你跟我差不多年輕的話 這個P.O.R.的港口跟機會其實很簡單 鐵達 你好 如果你有看過 有看過去多少 好 請放下 還好有幾位 好 因為在我 在南洋街交出的10年當中 每年舉手的人數都逐漸遞減 剛才上架的時候 其實他應該看過 全班都舉手了 100多人都舉手 還有那個大半智慧課 後來發現只剩一半 然後 後來最近在檢言說 什麼是鐵達 沒聽過 還有Tenic 裡面不是有Jack 不是有Rose Jack在酒吧跟人家賭博 我說賭賭 賭錢嗎 賭賭賭 賭到最後換到什麼 船票 為什麼換到船票 因為有機會 所以他就登船去了 認識了上流社會的Rose 不就是機會嗎 往港口走去就有機會 來 下一個 這名是Import Expose GX 外面 所以往外曝光 揭露 揭發 再來 Precious 這個字又跟一部電影有關 叫做The Lord of the Ring 台灣翻 魔戒 大陸翻 指環王 指環王 要聽懂 這名是Precious 因為指環王裡面 有一位顧先生 叫Guru Guru很喜歡講這個字 他的說法是甚麼 Precious 真的 來去聽一下Precious Precious Precious為什麼是有價值的Mascote Price 感激 感謝 Apprecious 我們下一節再講 OK Havens break 來 群組先到一下喔 先吃